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周刊报导李顺妍拿餐厅借贷五百万人民币未还再加上一百万的赔偿金约台币两千七百万元 还拿朱安宇当保证人餐厅员工跟股东疑似完全不知情 事件会曝光全是因为餐厅收到银行催脚通知 李顺妍只好写下道歉信内容提到自己投资失败举债坦诚有财务危机 周刊更爆料负债后李顺妍疑似人间蒸发老婆小蜜桃则是否认 不过周刊报导从2016年起李顺妍就因多起债务糟纷闹上法院 2017年底夫妻两姻房屋买卖糟纷疑遭到法院冻结账户约台币四千六百万元 对此小蜜桃回应是旧房子过户手续问题账户只有冻结三天之后都正常 淡初荧光幕多年小蜜桃姐姐朱安宇在上海经营亲子餐厅相当成功 如今爆出丈夫投资实力负债两人的婚姻状况备受外界关注 三十五个综合报导 好 刚看到的是小蜜桃姐姐澄清说老公没有失联 而且账户目前也一切正常 不过仔细再来看看其实李顺妍的状况 一度传出身家是十亿台币 那事业跨足到了房地产跟服装这些产业 不过最近的关键点就是2016年 他所投资的月市这财务危机拖累 可能是事业走下坡的开始 回应上豪气台上小蜜桃姐姐朱安宇 2011年驾进豪门献下众人 如今富商老公却传出并没有想象的走路有风 网络上资料显示上海富商李慎妍身家高达10亿 从事新疆房地产开发和上海服装制造业 但外界盛传李慎妍投资频频失利 中国乐视集团以14亿的价格交卖总部大楼 李慎妍先前是乐视集团旗下北京王九网创始股东 当年持有2.17%的股份价值千万台币 但乐视2016年爆发财务危机后 李慎妍也跟着遭殃 而李慎妍在上海投资的日本餐厅魏留 走的是无菜单VIP制 店内装潢和用餐气氛全部走高档路线 万望集团创办人蔡衍明和罗志祥等艺人都曾是做上宾 过去狂杂300万半婚礼 赴新加坡拍摄的婚纱照 还出动新加坡友人赞助游艇百万名车 白手起家的疯狂亚洲富豪也难逃大起大落的命运 在那里是文山报道